大家好,我是五仔 跟大家講時政的這一節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每個小時有新的影片更新 這集講什麼呢?交給你,龜叔 大家好,我是龜叔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研究一下這個話題 這個話題好像很久沒講過 為什麼這麼說? 由於疫情關係,大家可能都遺忘了 甚至以為他已經 是不是不搞呢? 什麼事?明日大雨 現在說到有最新造價出現 究竟最新造價是多少? 在這個時候 拿這個方案出來,是不是有 合適呢?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更加訂閱頻道,按鈴鐺 每天有九條影片,一個小時 有新的資訊 現在都可能不止九條影片 每一個小時有新的資訊,希望大家繼續按 好,明日大雨 大家還記不記得是什麼時候拿出來的 這個方案 有人就說 我記得,好像林鄭說出來的 對不對? 沒錯,大家正確 但不是正確的 有人可能會怪林鄭 當時候,你扔這個方案出來 在早幾年 一百年左右 林鄭把這個明日大雨 引起很多爭議 這個爭議 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們覺得成本效益 以及你這樣建造,會不會對環境有很大影響 你建造這些所謂的人工 倒出來之後 究竟又有多實用呢? 這次又過了一個 generation 為何這麼說呢? 現在交給我們新的特首李家超 李家超在這個時候 政府把這件事再推出來 在這個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很適合呢? 有人會覺得 這個時候 好像不太好 疫情都沒有過香港 元氣大傷 之前林鄭那時候 如果大家不太記得 我們一起看看 究竟 這個明日大雨的願景 是何時 甚至乎 她的過程是怎樣 其實 在一百年 林鄭已經 就著這個 明日大雨 她就做了一個諮詢會 諮詢報告 其中更加收集了很多不同意見 當中有人就說 林鄭一上任的時候 就搞了一場土地大辯論 更加說到 要這個東大雨都會 拿出來研究 因為那時候 想快點找到一些土地發展 以及供應的選項 對的 因為那時候林鄭在一百年 4月26日 展開為期五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 就是怎樣在香港有辦法 找多些地出來用 建基於香港 在2030年之後 提出 一千公頃填海面積 進行諮詢 而她在一百年十月 宣佈明日大雨 這件事 那時候引起爭議 更加很多人 就覺得 林鄭好像做這些事情 可以不可以 當時引起很多爭議 但其實如果 告訴你 這個想法 不是只是林鄭想的 如果你要去數歷史 最早的時候 在港英時代 1980年 已經有這個想法 當時港英政府 他們已經想到 一個叫明日大雨 和願景類似的幾項 亦在北大嶼山附近 做一些大型的填海工程 而在80年代的後期 更加建議 郊爾州和足高灣附近 一帶填海發展 港口計劃 但是 因為 保護香港的 海港條例生效 就擱置了 眨眼 時光飛逝30年 到了2011年 就開始 再度研究 因為香港 真的出現了 土地不足 人口激增的問題 你怎樣可以 盡快找到 多些土地出來用呢? 這件事 那時候香港政府 都爭了很久 所以有人馬上 是否跟著林鄭 不是 其實在2014年 梁振英 他都已經提出 東大嶼都會的計劃 亦都說到 在大嶼山的東部水域 附近開始打造 東大嶼都會 這件事 亦都類似 這個 現在明日大嶼 填海計劃的 前身現境 所以 有人就覺得 原來不跟林鄭市 兩題 但是當時 當時 林鄭在100年 說出來的造價 現在可以拿出來說 為何那時候引起社會爭議 在19年3月19日 當時政府表示 按照100年9月的家家 明日大嶼 首階段工程造價 初步估計 大概 6240億 其中交易州人工島 填海和基建工程造價 大概 是2560億 除了交易州人工島 填海工程之外 工程的總造價 包括其他 近岸的填海工程 屯門河內碼頭 內河碼頭的發展 大概附近的道路鐵路工程 但是剛才說的工程造價 還未包括 餘下的700公頃填海 所以 有人當時 就覺得這樣會不會恐怖 如果你用現在 6千多億這條數 大家有什麼概念呢? 大概 我們很接近 很接近我們的防疫 五波 這五波花了的錢 對 好像之前說5千多億 之前說過 很久之前的數字 也有人覺得 哇 6千多億 能不能回到本 香港 當時 有人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例如 2017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大概26,600億 跟新加坡差不多 假設成本大概5千億 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少於20% 還要貪十幾年 二十年分 所以每年不到本地生產總值的1.5% 而說到 如果大家記得 赤立國 當時 玫瑰圓 這個基建 在 叫做 港英時代 那時候 香港生產總值得5千億 但是 玫瑰圓的投資 說的是 1550億 是佔31% 有人覺得是可行的 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你說的是 兩年前至三年前的數字 6千多億 現在又有最新的方案 因為接下來 月尾就會聊天 那究竟現在最新的價錢是多少呢 郊爾州填海建三個人工 有消息指出總造價5800億 便宜了 有人說 6240 現在變成5800 是否真的便宜了 便宜了幾百億 為甚麼呢 對 為甚麼呢 你按照現在的通貨膨脹 人工各樣 應該會比較貴 其中那時候 亦都最具爭議 你知大家 填海 明白到一件事 是需要用物料去填 你不是你猜一餘工嗎 砍了山下來丟下去嗎 不是的 那你都要想辦法去找些海沙 那時候亦都說過 同內地買海沙 成本很貴 當然 不知是否隨著時代的變遷 大家便會覺得 還好嗎 或者現在便宜一點 現在說到有一個新的方案 最新的方案 人工賭 由原定兩個 改為交易州北南西 填ABC三個島 舊時填兩個島 六千多億 現在改為填三個島 五千八百億 好像又便宜了些 大家如果不清楚 我略略這樣說 在哪個位置呢 大嶼山東邊 平州旁邊 平州的東邊 喜寧州州公島的上面 港島西邊 和青衣的南邊 在中間會建三個島 圍住交易州 小交易州 在旁邊就是平州 喜寧州 州公島等 大概在港島的西面 和大嶼山的東邊 中間建三個島 說到這三個島 不會用土地連結 即是不會連結 他們會另外用其他地方連結 當然 他們說 開闢一條歪形的水道 預計五千八百億 還要除二十年 每年三百億去計算 這個方案 他們預計在今年的月尾 討論 究竟這個方案 是不是OK 當然 因為如果不填海 他們說到是避免影響到 珊瑚 百福海雕 水道也可以乘著風向 形成一個通風走廊 減低城市熱島效應 這些說法 可能就是根據在林鄭的年代 有很多人出來說 抗議 反對 他們提出的憂慮等等 對環境 其實如果說回 港英時代 都是因為環境 海岸的保育問題 而擱置了 現在他們這樣 又會不會好些呢 這個就是未知之數的 但是你說三個島分開 其實他們都是目標 想找多些土地出來 建多些房子 更加說到 將會建第三個 一個第三個的都會 你說怎樣接駁 他們將會用不同的鐵路 拉進去 其中一條非常誇張 在交易洲的人工島 他會建一條鐵路連到上去 駁到上去 鴻水橋 接著鴻水橋 即是你預計 大西北的大新發展 接著會連到上去前海 是不是真的這樣 真的不清楚 但是這些鐵路連上去 更加說到 想著整個十五分鐘的生活圈 這些全部是concept 不過也有人質疑 如果接下來 我們真的擁抱大灣區 一起 拉起來 一起發展 整個大灣區 你用不著怕沒有地方 而建這三個島 的作用到時候 會不會沒有這麼大 真是未知之數 其實我覺得 最惹人爭議的就是 哇 這個時候 在疫情底下 過後 元氣這樣相發之後 突然預計 要扔洗石五千多億出來 這個時候 是不是一個好時機 反而 會不會刺激好經濟 政府 大量收益 就是回復正常的收益 因為 其實接下來 預計還有很多人 很多企業 需要政府資助 這件事 又不知道他們怎麼想 希望這條數計算得對 對吧 大家月底 看他們談得如何 便宜了幾百億 不知道會不會有不同的爭議出現 今集分享到這裏 下一節再說 拜拜